追踪第一线 今天现场我们连线的是TVBS国际新轮评论员 吴文琪 文琪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谈到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 周一的时间访问了北京和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会面 只是他们选择和中国大陆一起讨论加萨局势 而不是选择美国 这背后有什么盘算 有或者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被削弱了吗 在这边想请教文琪 您的看法还有见解 我觉得不能下这种结论 因为其实这些阿拉伯国家都已经和美国沟通很多了 布林腾也到这些国家拜访过 当然因为美国还是比较偏以色列的 所以阿拉伯国家是希望能够拉拢中国 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次代表团将会一一造访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国的五个国家 希望以色列立即能够停火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造访中国 那更正确的认知 应该是说阿拉伯世界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不完全领情 虽然美国也是从中协调 希望能够暂时熄火 提供人道救援 但毕竟总的来说美国还是支持以色列的 而回教国家当然是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也是希望能够完全停火 所以这一次其实整个代表团 希望能够有一个第三个不同的势力 就是寻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所以将来不会这么的偏向以色列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 好那另外当然还要请教的是 这个阿根廷政坛变天了 因为被称为阿根廷川普的极右派候选人 米雷一当选 只是他曾经提出是以美元来取代阿根廷货币 而这个能够帮助到美国维系 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吗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文琪 我觉得是这样 不用每件事情都跟美国拉在一起 米雷一他是个非常极右派的竞选政策的宣导人 他就是说过了 许多人不知道 因为他这样的宣言 让许多人不知道阿根廷的未来将是如何 因为他太偏右 他就像你说的 他说要以美元为货币 那但是呢 因为阿根廷的经济膨胀 是目前全世界最严重的 高达了140% 他也说了要除去十几个国家级的部门 以减少支出 还要将所有的国家企业都变成私有化 还要减税 在社会政治上面 他也是非常保守 是反堕胎 甚至认为呢 学校里面的性教育呢 是马克思主义来摧毁 所有家庭的 那他自己其实是一个经济学家 又自称是个无政府主义的资本家 但是没有任何的执政经验 是个电视的名嘴 阿根廷的人民这一次选他出来呢 其实真的是可能是希望有个完全不同的总统 来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因为自从COVID之后呢 再加上通膨 阿根廷的经济就陷入了混景 但是老实说呢 大部分的人 对米雷是不太熟悉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上 很久的一个政治家 因此到底他会不会 像川普一样的激进 还是说上任之后呢 会变得保守一些 都没有人知道 只能说呢 现在世界上是学川普的 这个超右派的政治人物 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好 我们今天谢谢文琪 带我们了解最新的国际情势 谢谢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